我们从哪里来的 加州沙家缅度法院外传出搜动 一名金法女子低头不语进入法院 她是离奇绑架案主角雪莉派皮尼 这起案件要从2016年11月说起 雪莉出门慢跑 没想到就此人间蒸发 丈夫凯斯回家后找不到太太心急如焚 当时雪莉才34岁 是为名谋后耻的金法美女 凯斯高大帅气 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夫妻根本就是人生胜利组 施综案立刻震惊美国社会 联邦调查局出动大批人力 凯斯在媒体镜头前声泪俱下 施综案侦办陷入僵局 警方一度怀疑凯斯涉嫌杀人气失 没想到三周后 一名汽车驾驶发现雪莉 双手背靠身上被铁链绑住 在公路上狂奔 911危险 你报告什么呢 你好 我有危险 有女士在旁边需要帮助 警方找到雪莉之后 赫然发现她全身有伤痕 鼻梁被打断 手臂被烫伤 更可怕的是背后居然有烙印 雪莉向警方表示 她遭到人蛇集团绑架 要被卖掉当性奴隶 雪莉声称 绑匪是两名蒙面的拉丁美洲裔女子 被绑架期间 她被关在黑暗的房间 又被铁链绑住 根据雪莉的描述 警方全面搜查嫌犯 却一无所获 再加上绑匪无缘无故 放走人质相当不寻常 于是暗中调查雪莉说辞的真实性 果然在她的衣服上 找到一组DNA DNA是一个男人的 她的评论是两个女人的评论 调查人员透过民间DNA资料库 经过四年的搜索 发现她是属于雪莉前男友雷耶斯 于是上门征讯 雷耶斯这时才坦诚 协助雪莉自己绑架自己 雷耶斯表示 当天雪莉打电话给她 要她开车来接人 失踪期间完全待在雷耶斯家里 至于身上的伤痕 都是雪莉自己动手 包括用冰球球棍打伤自己鼻梁 肩膀的烙印也是雪莉要求 雷耶斯烧上去的 这些绑架案真相 自此水落石出 当年逃出魔掌被称为超级妈妈的雪莉 根本就是自抖自掩 至于动机竟只是为了吸引外界注意 今年3月雪莉被捕一座伪证与诈欺遭到起诉 后来被判刑18个月与罚款30万美元 丈夫凯斯决定诉请离婚 让她人才良失 满田大谎虽然可以欺骗所有人 但撒谎者终究逃不过法律制裁 东三信用国际中心黄信旗 陈长辉报道